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和前夫还有一个儿子 给我服养 今年五岁了 结婚前后 他对我的态度变化很大 生活中发生的矛盾 一直在逐步升级 但是对他我心里 还是有些苛者不下 我内心 甚至做一个单身妈妈 很不容易 其实我特别需要一个 坚强的臂膀 让我依靠 我不知道 那个人会不会是他 离婚多久了 想复婚啊 有一年了 你想复吗 考虑考虑 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在婚姻里 两年时间 就是大事小事很多 比如说 那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家孩子突然生病了 那个时候 他还在南方工作 然后给他打电话 发短信呢 又没人接 那也不能说耽误着 然后我和我妈 就带孩子去医院了 等到第二天的中午的时候 他才来 你家孩子多大 那一年是四周岁 之前我是离过婚的 离婚的时候 还才起个月 所以您说孩子生病 是您自己的 就是跟前夫的孩子 就第一段婚姻的孩子 是跟贺先生 没有血缘关系的 是这意思吧 他后来就是到了 第二天的中午时候来了 过了医院这儿之后 就是他也没有说什么话 也什么也不干 就是医院人比较多嘛 然后比较着急 我就楼上楼下来跑 孩子比较小 就是他生病会难受 然后他会让我 给他讲故事 玩游戏 然后这个时候 等到晚上休息的时候 还没等我 跟他去说什么呢 他就先不愿意了 就先挑礼了 我为什么不挑礼 对吧 我从深圳放心的工作 我回来 为了不就提前给你过 那个圣诞节吗 到医院你搭理我了吗 四五小时的飞机 连续话都没有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就是楼上楼上的人 比较多嘛 就是我不可能说是 单独拿出点时间 我再去陪你 对不对 那你话没有吗 我没有那个时间呢 后来就是 要过情人节的时候 他也是 跳了我一堆的毛病 那天说是出去玩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 路过商场 商场就是 橱窗里边会有玩具嘛 然后孩子看到了 就是很想去看 那我不可能说是 让孩子在哭哭闹闹的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就是 他就是不勒我们了 就整个行程就是 我也有我的想法 但是说是 中间毕竟说 你想往这带孩子去吗 当母亲都会就是说 估计孩子的东西多一点 这些你也应该是知道的呀 那什么日子呀 而且就是说 你在跟我认识的时候 就是我什么样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我既然说当初 前一段婚姻的时候 我会把孩子带到身边 就说明我这个人 就是说比较在意孩子的部分 会多一点 那我呢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在往上认识的 往上认识的是 在您离婚前 还是离婚后 第一段婚姻 那时候是 跟我前夫就要离婚了 就是那时候 在协议离婚的时候 那时候是 我们家那边就是 暖气改造嘛 家里边的家具 可能是要搬一搬的 家里就是我和我母亲 我爸那时候有病 然后就是 找我聊天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只是一个网友嘛 然后就说 他离我就很近 我说那个 你方便吗 方便你过来帮我个忙 就毕竟咱们俩 就是那时候也聊了 那种一个多月 就是人品 大概有个认识 我注意一个细节 你有说到说 你孩子七个月的时候 你跟你前夫离婚的 是吧 对 为什么离婚呢 婚后就是 有那么几个月的时候 就是他也不工作 然后回头就是说 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他也会跟我吵 我就感觉就是 整个这个家 跟我是隔隔不入的 那么我就觉得 我对你可有可无 那么就干脆就是 我怎么过得自在 我就怎么来就好了 男孩女孩啊 男孩 所以其实还挺有勇气的 就是带着七个月的孩子 孩子就有七个月的时候 选择了离婚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想 就是说 也是出于对孩子考虑 就是说 在孩子没有一个 谁是父亲母亲 一个明确记忆的时候 就是说 把这个不该有的人 你够狠 你够狠 等于离完婚以后 就开始跟这个网友交往了 我理解的对吗 也可以这么说 在离婚多久之后 你们俩又结婚了呢 能有孩子到一岁半 当时决定嫁给她 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认识她 她挺照顾我的 那你们婚后有孩子吗 还没有呢 我们俩现在这个孩子 就是说 教育这一块 就有点不一致 这样就不可能说是 她家就说 让我再生一个 我再生 我想 现在这个都已经 四五岁的孩子们俩 都管不明白 就是再生一个的话 那怎么弄啊 为什么生不要 因为咱们两个 总因为教育孩子 这个问题就在吵 如果再生一个的话 这都双丑矛盾了吗 跟一个两个 有什么关系吗 一个也是在 两个也是在 方法不是一样的吗 我问您一个问题 假设那个生病的孩子 是您跟妻子之间的孩子 你从外地赶回来了 你妻子一心一意地 照顾这个孩子 冷落了你 你会那么生气吗 多少有点 不会那么生气 对吧 对 很诚实 如果情人节那一天 你们带出去的是 你们自己的孩子 你会那么生气吗 一样 为什么是一样 因为情人节 是两个人的空间 所以那你现在 真的还不适合做爹呢 你还没做好当爹的准备 你一样的话 就是没做好当爹的准备嘛 你真的没准备好 然后他就是说 总感觉孩子应该独立嘛 然后就是后期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擅自 就是说跟幼儿园联系 说是报了一个 什么夜宿的活动 没有告诉我 然后我下班 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看不到孩子 我就很着急 然后就是问他 然后他就感觉 他很理直气壮 那孩子是不是 跟我叫爸爸 是不是就 就没有发安全 是 那是 参加活动不好吗 但是你得跟我打招呼 不对吗 你不能说什么事 就自己去做 你看孩子没有一样 你就跟我激眼了 那我看不到孩子当母亲 肯定会着急的呀 那你不还是不放心我 行 听懂了啊 你们俩谁挣钱挣得多 我现在在工作 他后期就是 就是一开始在南方 然后后来就是回到这边了 然后这边他的那个工作的性质 就是活比较少 然后他就在家带孩子比较多 当时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也是我 您提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让他就是好好冷静冷静去想想 你跟我在一块总是这么吵 然后就是你口口声声说 我冲孩子行 我冲你行 我会怎么的 我是在乎你 我才这样的话 然后像他刚才说 我让孩子去寄宿学校 因为我感觉我是他父亲会怎么样 就是他把自己 就像说是融入到这个家里了 所以说我做任何决定 我可以不用先告诉你 然后就是说 我们两个就是有的时候 一些东西是想的是不同步的 你们离婚跟前夫有关系吗 就是跟孩子的亲生父亲有关系吗 没有 离婚之后就是 我跟我前夫就是不联系了现在 一点都不联系 那前夫还来看儿子吗 不来 那以后孩子问他亲爹 你怎么说这事呢 孩子问爹这个 所以就是当初就是刚才我不说 就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是选择离婚也是出于这一点 所以那你当时嫁给他 是不是也只是想让孩子认为 这是他自己的亲爹呀 因为他俩那时候处得 他们那时候他俩处得也很好 你回答我的问题 是还是不是 是啊 所以你要复婚是为了什么呢 是你需要他 还是你儿子需要他 还是你认为你儿子需要一个爹 他更合适 我复婚就是说 像我说就是毕竟说 在一起认识和交往 一共有三年多的时间 而且就是说 亲子关系这一块 我感觉他们两个还算挺好的 就是说出约孩子的心理搭建 还有说是这三年多的感情积累 都有 两方面都有原因 所以说我还希望说是 能继续往下走一下看看 所以好像那个家庭的主导 就是这个很强势的这个女人 按自己的想法 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我说跟你离婚离婚吧 我说跟你复婚 我希望你能跟我复婚 说说你对复婚的想法吧 我复婚的想法 你在犹豫什么 生活习惯 孩子方面 孩子怎么了 怎么说 像我举的例子就是 孩子玩手机过道 过马路 你说我 别说是亲生与不亲生也好 我说的是不应该的 他就把中间拦着 他说话的那个语气特别横 会有一些就是 我看着不舒服的地方 第二个您提到了 生活习惯是指什么呀 平常就是我想找他 好好的说谈得心聊聊天 两句话不到头 就得说是吵架 他的态度太 所以说我也就 没有那个心情去跟他说话 就是他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跟我的态度特别横 我感觉就是跟我板着一张脸 我觉得两位都要做如下判断 第一个现在看起来 是因为孩子的矛盾冲突 到底是还是不是 请考虑 是孩子的冲突 还是两个人本身就是带着冲突 第二女士要赴这段婚 到底是因为自己的情感需求 还是因为别的 如果是别的 这位先生真的能够全面地满足吗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余老师 从组的婚姻 它的难点就在于就说 这个孩子 他必然不是真正亲生的 所以他还是有差别的 刚才男方也承认 这个差别就导致什么呢 女方会有一种感觉 你不允许 也不让这孩子再受委屈 所以你额外会多对孩子呵护 是不是 关爱 当你额外关注这个孩子的时候 那可能你就容易忽略了 你的就是第二任前夫的感受 即使你们是一个原生家庭 孩子是你们俩生的 就是记住 真正的家庭当中 一定是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 为什么 因为孩子会看到你俩的示范 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 你忽略了 对你第二任前夫的 这份感受的话 那么孩子也会 慢慢地会和他有些隔阂 所以你不够爱老公 那么孩子也就不会 那么深地爱这个爸爸 所以爱的连接的不够那么深 连接不够那么深 那就会反过来 让这个后爸当得不舒服 对不对 他其实想投入 但是投入不进去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当你去好好的爱你老公的时候 拿出多一点的精力 向老公倾斜的时候 那么老公就会有足大的安全感 和温馨感 他才觉得他是这个家庭的整体 于是他才会有心情和安全感 去爱那个孩子 他的连接会更深 你明白了吗 所以你爱老公 才是真正地爱孩子 好 那反过来 对这个男士讲 如果复婚的话 你还要发自内心的 更多一点的 再去和孩子连接 你去爱了孩子 让老婆放心 老婆才能够 在内心里觉得 这个孩子没有受委屈 他觉得非常踏实 他才能拿出精力来 去和你在一起 好吧 我的观点 进攻两位三孙 来 珊娜老师 这女生 她不是在找老公 她是在给她的儿子找一爹 这爹是谁都行 但是为什么你最合适呢 因为孩子第一个认的是你 她不想再让孩子的世界 变得混乱了 当一个女人 她成为了妈妈之后 她不由自主地 她本能地 是会把自己的第一职能 当成妈妈 我的人物角色 第一位的永远是妈妈 这没有问题 她一定会对你造成忽视 但你的忽视感觉 为什么这么强烈 你内心深处非常清楚 她那对你不是忽略 因为忽略是 她在安抚完孩子情绪之后 她会回过头来 给你一解释 可是她只坐到了前面 而干脆对你连任何解释都没有 所以那就是完全的视而不见 你现在在找她求复合 求复婚 也只是因为你不想再让孩子的 这世界变得更混乱 到底哪个是爸 已经有一生父 都没有跟孩子说 这是继父 如果您再经历一段婚姻的话 再重新找一个 那个男的又要跟你的孩子 重新再建立感情 这个未来的未知数 你觉得人生是不太不可控的 对于孩子来说 你可能也会有更多更多的亏欠 但是我说您是一个自私的人 您永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其实是你自己的感受 你说不告诉孩子这个生父 你凭什么决定 那是他亲生的爸爸 因为他这么多年来 就是我亲父从来都没来过 是从来没来过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是他的问题 但是你有要告知孩子 他亲生父亲是谁的义务 不管他尽没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要知道我从哪来呀 所以我说你对孩子是自私的 对他也是自私的 你只是需要他来履行 作为孩子父亲的这个责任 而你完全不考虑他的感受 你在生活当中是强势的 所有的东西都要按照 你的摆布来排 我把你排在这儿就排在这儿 我把孩子排在第一位就第一位 连解释都没有 所以我说在我的这个角度 我看不到您对他的爱 我不再赞成你们在一起 已经是重组的家庭了 当这个重组家里面 再没有爱的话 你觉得这段婚姻 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齐总 我觉得女生现在心里 只有一个人 就是孩子 她是你生活当中的全部 所有的你的目标 你的行为 你采取的手段 都是围绕孩子展开的 你要把之前 所有自己的情感缺失 都投放到这个孩子身上 你一定要让孩子幸福 但是 你要为自己想一想 孩子最终是要离开你的 你最终是需要一个 可以陪伴你一起 真正你爱和爱你的那个人 在哪里 而这个男人呢 目前看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 但是不一定是那个人 因为现在没有人 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啊 我真是挺为你着急的 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还没有打开自己 你有点过独了 明白吗 对他是不公平的 同样对你又是公平的吗 你的一生就是孩子了吗 不能够啊 所以我希望你啊 冷静地想一想 如果真的能够接纳他 一定不是从孩子的出发点 找一个爸爸 不是的 你要给自己找一个爱人 你一定要创造出 你和他之间的 单独相处的空间 要约会 要恋爱 要谈嘛 你才能了解他 你现在其实不太了解他 因为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去顾及跟他的感受 对不对 一定要改变自己好不好 改变不了 不要强在一起 好不好 冷静一段时间 如果你想 你真的需要一个男人 需要一个你的爱人的话 再去和他交往 好不好 你如果真爱这个女人 看中这是这个女人的好 就等一段时间 明白吗 别招招急急地复婚 你也想清楚 给他点时间 也想明白 好不好 就这儿 陆琪老师 这个世界 不是围绕着你转的 也不是围绕着你孩子转的 随心所欲 心想事成 想要啥就有啥 没那么好的事情 你们这段关系 这道题里面 我只有一个关键词叫 不健康 首先说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很简单 你想给孩子找个亲爹 他想给孩子当后爸 完了结束了这个事情 你知道其中区别吗 亲爹 孩子是第一位的 他不是 他是希望和你的关系 是第一位的 和孩子是排在后面的 这叫后爸 结果你们就像搭积木一样 就在真 这个积木应该放在哪一块 没有你们之间的感情了 这是不健康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算是你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 健康吗 你看你 离婚 结婚 离婚 你复婚 全是为了孩子 你所有一切为了孩子 过度依赖孩子 你害死你孩子了 我们看原生家庭 看那么多 像你这种家庭 教育出来的孩子 未来就是个妈宝 因为他软弱 扛不起责任 你找的是个什么人 你找的是一个老公 是个孩子的爹吗 你找的是个工具人 你给他一个父亲的名分 你给他父亲的尊严了吗 他说话管用吗 他可以去 像一个父亲一样 去教育着孩子吗 啥也没有 你要的是什么 一个躯壳 孩子有一个人叫爸 就完了 说句重话都不行是吗 就说他恨 健康的关系是什么呀 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 你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有健康的关系 就必须是彼此需求的 不是你需求他 当你孩子的爹 是你们两个人之间 本身情感上 要彼此需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核心家庭 也就是说你 他还有你们孩子 如果组成一个核心家庭 前提是信任 你不要 一开始就是说 你不是孩子亲生的 所以你对孩子就是恨 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凭什么让人 当你孩子的爹 第三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爱 他和你和你的孩子 都没有血缘关系 前提条件 这种爱的前提条件 一定是相互的 他爱你们 你们也得爱他 但在你们这个关系里面 请问有什么相互的 对 谢谢陆琪老师 核心关键词 就是希望两位能够冷静 别匆匆忙忙地决定 这个情感的走向 放着一个孩子的亲爹 拒绝让亲爹去探视 去看 非要弄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 这么一个 你认为的爹 就让他叫爹 他就是他爹了吗 您别再玩了 你以为你一步步 算好的东西 都是胡来的 生活根本不是算出来的 爱就是爱 在婚姻关系上 爱情关系上 不爱就是不爱 那烂七八糟那些东西 你都夹杂在一起 你当然头疼了 想清楚吧 一起进入真情 大事小事都在吵 我只是希望你每次 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也能像跟外人说话一样 多一点微笑 然后跟我说话柔一点 就是我出去工作 本来就很辛苦了 然后回来我再看着你 就是跟我 稍微三点四地 招我毛病 那让我感觉很累 这么多年吧 你也应该知道 我是对你什么样 对吧 我对孩子是这样 对你什么样 对这个家怎么样 你应该都比我了解得要清楚 但是以后会是什么样 我还需要去再考虑考虑 能不能好 能不能合 这是一个问题 知道吧 考虑是重要的 好 谢谢了 给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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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不粘老公 老公愿我不粘他 在一起久了呢 越来越依赖他 我粘他了 他又嫌我烦了 觉得我都不去 找自己的事情做 老围着他 现在正在努力 强迫自己不粘他 把自己的爱 还给自己多一点 确实觉得很委屈 老师 我该怎么办呢 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 你一定都明白 凡事呢 都要有一个度 那你现在已经 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就朝着你想要 努力解决的那个方向 去解决吧 委屈是一时的 可是爱自己 却是一世的 蛋白粉 动植物优质 传递生活正能量 天经卫世 我会想要去做一些事的 我会想要去做一些事的 我会想要去做一些事的